美军正式撤出阿富汗 那些曾经给美国人当翻译的阿富汗人 现在的处境变得十分凶险 据环球网5月20日报道 阿亚祖丁希拉勒是一位多年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翻译官 曾为美军出身入死 参加过数百次巡逻和数十场战斗 这使他得到一位美军排长为他写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以及一枚奖章 但当他想借此申请美国移民签证的时候 却由于各种理由遭到拒绝 求助当地的美军也是屡次无果 这让他十分害怕 因为他之前已经收到了来自塔利班的死亡通知 他说我们这些美军翻译很危险 塔利班给我们打电话说 你们的兄弟很快就要离开了 塔利班会把你们这些家伙全部杀光 像希拉勒这样的美军翻译在阿富汗还有成百上千人 他们现在的境地都差不多 一方面他们想凭借曾经的功劳申请美国签证 却得不到回应 而美军曾经答应一起带走他们的承诺 如今看起来就是一直空话 另一方面 他们现在时时刻刻提心吊胆 害怕塔利班的报复 其中许多人已经收到了死亡通知 目前美军正在加速撤军的脚步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表示 美国已从阿富汗完成13%到20%的撤军 并将在9月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全部撤军